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紳士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和大家講兩個人 兩件事 第一個人就是練燈仔裏面就有一個健身教練染疫 但這個健身教練染疫之後是很嚇人憎 為什麼呢 因為他確診之後 他居然好像是去吃放題 還要說他要去播毒 到底這個人做了什麼事 拘捕了他沒有 稍後就和大家講一講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講就是 有一個黃絲銀星 很黃的 他之前又說要撐黃店 卡卡的東西 這個黃絲銀星 中了新冠肺炎 又說想哭 又說什麼 那為什麼他會中呢 原來又是拒絕打針 又說要什麼共存 令到他最終為中了新冠肺炎 但他又說要共存的時候 中了又說要想哭 那我又不知道這些人到底是什麼心態 到底他是哪一個人來的 稍後就和大家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杰紳士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和大家講就是 在年燈那裏 就有一個人 是健身教練來的 這個健身教練 他就好像 是中了一個新冠肺炎 並且是有陽性的反應 然後還要 有陽性反應之後不要緊 你就留在家 但他不是 他居然 走去吃日式的放題 並且與大相關 就說 Less spread positive 那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現在一起去將 一個 陽性的東西 傳播開去 當然他可以是說 正能量傳播開去 但是 檢測試劑 你這樣做 你應該是把病毒傳播開去多一點 結果是怎樣呢 有沒有連登仔撐他呢 原來是沒有連登仔撐他 有很多的網民 當然有少年一兩個連登仔傻的 OK 有很多的網民 都是批評他公然是播毒 但是 事件罵大了之後 他就貼文章 解釋 不是他的 他不是中了 他沒事的 這樣 沒有啊沒有啊 什麼事都沒有啊 這樣說 但是網民繼續批評他說 在敏感的時勢 出這些帖 根本上是會引起恐慌 無聊當有趣 整件事件是怎樣的呢 大約就是在昨日至前日的時間 在連登討論區裡面就上載了一些幾張Instagram的截圖 裡面就是一個健身教練的香港男人來的 連登仔來的 在他的動態 分享那裡就分享了一張快速測試 情陽性反應的照片 並且寫著就是 這個是不是一個最新的趨勢呢 現在是不是人人都會染疫的 大概他上載了這個染疫的 新冠測試的陽性反應染疫的 測試之後 三個小時之後他再分享日像去到銅鑼灣 食日式放題 的照片 並且就是 用英文寫就是 簡單的新冠 晚餐 英文寫來的 英文寫來的 要保持陽性 這樣 這樣 是傻的了OK 他寫 叫做 Is it COVID dinner State positive 這樣 那就是他是不是 染疫了都要去吃東西呢 還要吃dinner 那是不是就是人家那間的店 是跟你一起違法達罪呢 跟著還說 要將一個陽性的東西傳播開去 就是要播毒 那是一件 很恐怖的事情 這個帖 出來之後 就引起了很多的公憤 當然啦 有些年燈仔就說 哇這個就是真攬炒喔 真的厲害喔 你真的很瘋喔 有些是讚揚 不過 很多人都是批評他的 就說他好武品 又說他自己中了照之後還要出去播毒 有些人說 這個是真攬炒 但我不想讓你攬 這樣說 原來攬炒的人是會不想讓人攬的 大家見過沒有呢 現在要見一下 然後有些人就說 他店裡 就寫明是要傳播 傳播是病毒而已 這些是不是有意圖去破壞我們社會秩序安寧呢 但是 再有人提出質疑 而且就說 喂 現在還有一顆晚餐吃的嗎 難道那間的 店鋪 是跟他一起違法達綴 然後有些網民就發現他那個快速測試棒的照片 原來是送於這個 商台的903DG麻利在日前上載的 一個叫做截圖 而不是這個港南拍攝的 事件鬧特要控之後 這個洛港南就即時出限時動態 在連登那裏再澄清就說 喂 那個叫做快速測試劑 其實是想問一問大家 結果呈陽性反應 認中COVID-19這件事是不是一個新的趨勢 而他的照片那個就不是他的檢測結果來的 否則他也不會外出 叫做吃東西 跟著他再說 那個放題其實是去年12月拍攝的 所以如果這幾天裡面去到餐廳吃東西的人 就不需要驚慌 我覺得那個餐廳可以告他 這樣的話 說喂大哥 你這個時間這樣去抹黑人家的餐廳 人家的餐廳訂了委員隊取消 這些抹黑就不用成本的 還有亂按製造恐慌也是不用成本的 這些人我覺得應該是 如果他有違反到我們任何的法例的話 應該舉報他要拉拉他 跟著他還說在2月份已經沒有開始出去吃晚餐 那就是2月份的時間他就沒有去過外面吃晚餐 很正常 因為我們有最新的防疫措施 跟著這個港南的發文解釋 得到大宋網民的認同呢 不好意思 那麼多的網民全部都是不收貨 他們全部都是批明這個港南就說 這個連登黃絲就說 在這些敏感的時勢裏面不應該貼一些令人誤會的照片 一陣間有些人有樣學樣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引起恐慌呢 會不會有些人真的跑去播毒呢 其實可以拉他 其實他這些 雖然有些取巧 但是 有公然播毒或者公然叫人播毒的味道 可不可以拉他呢 研究一下 對啦 跟著呢就說啦 就是有些人是講粗罵他 就說 去了放題那些人真是真心嚇死 你條粉彈 按 當有趣 這些人值得公審他 其實 我也覺得是 這些行為 根本是 非常之有問題 是不應該給這些人在網絡上面做這些 散播謠言 散播恐懼 真的 我們講講第二個人 第二件事就是 原來娛樂圈也 宣告失守 為什麼 年日來 非常之多的名人都相繼宣佈確診新冠肺炎 也有一個人是前Hotra的成員 張瓦惠 叫做Regine 那什麼人來的呢 其實他就是早前 為什麼我會認識他呢 因為他前著一個姓蝕的富二代 然後這個富二代就結了婚 好像是跟陳發結了婚 然後就前到別人離婚 離婚之後 然後人家好像不太幸運 這個Hotra的人 太子爺也沒有理他 因為這件事就認識了這個恩星 這個恩星做了什麼事呢 這個恩星也是一個大黃絲來的 在早前他又呼籲過要撐黃店 又經常要號召人去撐黃店 所以大家會知道這個人的取代是什麼 沒錯就是一個黃絲的恩星 原來他就是在沉夜的時間 都在確診了 做什麼事呢 原來他在IG的限時動態就貼出了 一個快速測試劑 結果就說他自己已經確診了 並透露原來他在20日的時間 已經在凌晨時份已經發病了 初期的病徵就周身骨痛 發冷 發得消一定會發冷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吃了那種的感冒藥 吃完之後很快就看到喉嚨不太痛 但他就馬上就不舒服下去了 不過他說他不算很嚴重 只有兩天都繼續叫做燒一下不燒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這樣消化會不會壞腦呢 然後又開始喉嚨痛 然後又說不知道他很引得痛 還是叫做不太嚴重 去到日二號就已經好了很多了 喊了兩聲 談都是一兩督 沒有幫自己探熱 除了他說買快速測試劑的門口那裡探熱之外 他說我全部的探熱都是廢的 因為探熱的時候 顯示是35點多度 那你就是發冷 你不是發燒啊 他都說他會發燒和發冷 那就是發冷 那就是有問題 那有什麼沒問題呢 然後他就說 天天都在幫自己做檢測 他說他是跟病毒共存的 但是他要顧及到其他家人的感受 所以他全程很小心地拿著濕透酒精 日噴夜噴 噴自己噴不同的地方 躲在廁所幫他自己檢測 他說我想起畫面都說很可憐 但是你又說以病毒共存 你又說很可憐 你的病毒共存就是這樣的 然後他說超快 不用一分鐘已經出了兩條線 那很正常 就是說證明他的病毒液量很高 所以不用一分鐘已經出了兩條線 即是真的他的病毒液量真的很高 那跟著他就是 給個訊息給家人 他媽媽就電話給他 但他又不敢聽 因為不想在廁所大喊 他確診了 這樣 到時他又真的被困在廁所 幾天都沒得出來 那怎麼會啊 誇張 但是他說當時 家人就 沒有叫他回家 可能都是怕怕 但是不知道在哪裏可以去 那怎麼辦呢 他就很無助 在車上哭 但是呢 又他說不哭 為什麼呢 因為眼淚可能有病菌 最終就得到家人的批准 就可以回家了 決定困在房間 那裏面呢 就不洗澡直到呢 就是他康復了 顯線的位置 不知道他有沒有上報我們的衛生防護中心呢 真的是 再一次證明一件事 就是他說 因為他中了招 然後就不用一分鐘就已經是那個快速測試劑已經顯示到兩條線 那證明一件事就是說 基本上不打針的人 中了的話 那個病毒含量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高的 這個恩星叫做張亞維德繼續說 他列出了自己近日去過的地方 但是他列出而已 有沒有通報衛生防護中心呢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通報 然後他就透露他自己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說自己沒有打針 說不太擔心 說都是傷風感冒這樣 看看之後那幾天的病情是怎樣 他再update給大家知道 接著他就說 覺得中Omicron是遲早的事 這條在這裏 他說前幾天未知道自己中的時候 還在嘆氣 為什麼這個時勢催病自己 要自己行痛 痛兩次 當他見到positive 就是說中了招的時候 感覺原來是輕鬆了 但是最深刻是什麼呢 回到家見到貓的時候 在那裡嗟他什麼叫的時候 就不能瘋狂摸他 那你動作的時間 又怕那隻貓可能是 就是以為他不理他 那幾樣東西要提出 第一樣東西就是說 他不接種疫苗 不接種疫苗的時間 相信 他在今天之後 就不可以再進入任何的 表地處所了 那他會不會接種疫苗呢 希望他會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他說 不打針 中了這個新冠肺炎 不要緊 他說是雙方感冒一樣 我們都講過 其實 我記得我們的警方裡面也都講過 跟我們專家所說的東西不同 或者是跟我們全世界所說的東西不同的話 其實 這些有機會是犯法的 有機會是犯法的 那麼 擺到明 這個跟雙方感冒不同 我們在 那麼短的時間 這個月的疫情裡面 已經死了100多人了 差不多就是200人了 那你都還說跟雙方感冒一樣 我們雙方感冒一個月會不會死100多200人 當然不會啦 我們雙方感冒會不會沒有死 當然不會啦 我們雙方感冒我們 如果真的雙方感冒的話 全世界會不會那麼緊張 當然不會啦 全世界會不會 你見我 是否真的像雙方感冒一樣呢 當然也不是啦 那所以呢 這些人呢 不斷地在 唱這個 病毒共存 K卡的東西 你如果要共存 你就去回一些 共存的地方 例如 英美 你飛過去吧 你留在香港做什麼 這個人呢 告訴大家 好黃的 有餐黃點有盛 我告訴你 他就快連黃點也進不了 為什麼 他沒有打疫苗 如果大家在街上或者商場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他 那真的要抓他 真的要報案 因為他有機會 是沒有疫苗通能症的 或者可能是他 裡面的疫苗通能症的針止 並不是他 都不出奇 大家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好不好 OK 最後呢 呼籲一下 就是 民警和肥子傑 找到一些 叫做測試劑給大家 那個製造日期很新鮮的 1月份 還有製造 1月未 1月份 總之是 製造出來的 可以是 查到Omicron 因為這些是最新的一個 測試劑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是 WhatsApp 去到 我們的一些電話 就是在社群那裏看到 WhatsApp過去就可以 認購了 這樣好不好 有興趣的話就看看我們的社群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藝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鍵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